我跟着他一起能够享受各种各样的生活 天天晚上夜夜升歌 就是感觉到普通人和有钱人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那么冰果193大哥你是以前上海男排的一员 退役下来之后听你讲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对对对我在投资失败以后做了一段时间的代价 我在机缘巧合以下认识了一个老板 然后他很喜欢我 我做了他的生活助理 然后我的名义是董事长助理 然后跟着他没有想到是改变了我对人生的一些观点 为什么呢 他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土豪 然后非常的有钱 自己有房子不住 住在香格里拉公寓 这种就是大酒店的公寓 一个月的月租金 五万朝上 我先问一下这个老板是男的女的 男的 男的 他不会是喜欢你吧 不会不会 人家老板有女朋友的 取向正常的 这个好 他就是说是亿万富翁 还是说千万富翁 据我观察到酒位数的都不算是很有钱 你必须要到十位数以上 就是十亿以上了 否则他的这个消费顶不住的 他是做什么生意的这么有钱 他是做餐饮类 但是和我们传统的餐饮类又不一样 他和那种世界500强企业挂钩的 做这些餐饮非常非常厉害 那你跟他有些什么经历呢 这个老板非常会享受生活 我跟着他一起 有时候怎么说呢 就是说能够享受各种各样的生活 我我是帮他拎包的 然后他吃饭我也跟着 都是吃的米其林餐厅 然后喝的酒都是好的红酒 量子博 小拉费 当然大拉费也喝 喝的不多 然后呢 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是很累的 最主要保证他的一个 就是当他一个眼神啊 或者一个一句话 你就基本上知道他什么事 然后呢 我会帮他安排每天的晚上的行程 晚上到哪儿 再把短消息再发给我的老板 天天晚上夜夜升歌 对于我来说 刚开始是非常开心的 但是时间长了一个月以后呢 就感觉就不是很能适应的 就感觉这个天天晚上 玩的非常的无聊 然后就是有一句话 就是说你的夜夜的狂欢 往往是要用加倍的寂寞来换取 为什么 就是当你狂欢好以后啊 所带来的这种无力感 就是感觉到普通人 和有钱人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然后呢 每个月呢 他还会去一次日本 去一次韩国 每次去一次呢 都是一个星期 过去也没有什么正事做 就去玩的 就去玩的 所有的日本的东京的 和京都的鸣鼓屋的 然后把那的所有的米其林餐厅都吃了个遍啊 然后到韩国的首尔的所有的这种米其林餐厅 我们也吃了个遍 晚上呢夜店呢也几乎全逛了 什么什么韩国的首尔的离太院啊 从头到尾我们都我们都逛过 然后呢 那我也可以跟很负责的跟大家说 国外的这些店 他的应接设施完全没有中国的 什么店 所有娱乐场所 就比方说这种club这种店 啊酒吧夜店 设备也好 总体装潢绝对不如上海 啊不如上海 那我能问一下 就是他为你每个月的话 多少工资这个呢 这个也就是我离开的原因了 啊什么原因呢 他对朋友 对外面的人 他的女朋友也好 他的女朋友门也好 对吧都比较好 但是对于我来说 经常会跟我洗脑啊 花大饼 我实际拿到手的话 也就五位数 五位数 但是他问题是吃喝玩乐 都带着你的 你就不用掏钱了 但是家里人要生活呀 家里人要生活 而且我把他每天白天不上班 你把时间都贡献给他 每天五点八开始上班 到晚上十二点 这样子的 算是很轻松的 然后到个一点两点三点四点 也是很正常 哦还要陪着他 对啊 然后白天嘛 我还要十二点嘛 我还要过去给他送一 送一次饭 然后跟他一起呢 他就是工作方面呢 也就是跟陪客户维护 就对你的工作 没有什么长进 相当于都在玩了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 他到韩国什么 他去合法的赌场啊什么 都有去玩过 所以呢 就是我对韩国的赌场 也有了解 韩国的赌场 是除了韩国人以外 谁都能进去 我觉得你有点反尔赛的 你看换别人的话 拿个五位数 还能跟老板吃喝玩乐 这肯定很多人都同意 年终无休啊 晚上五点半到凌晨两点三点四点五点 这是很正常的 这点时间都是和常人是相反的 家里都没有照顾 你认为五位数很多吗 这倒是 真的是不多的 真的不多 而且玩的话到后面也玩你了呀 对吧 对对 然后你自己要做的事都做不了啊 你什么时候做不了 还有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 你记住老板能成功 他一定是个聪明人 一定是个非常有手段的人 但是这些人往往有一点 记住 冷血 他对你好 就是希望你能忠诚 对 对吧 这个是最最最最实际的一个事情